女生的玩偶 冬生姊姊 妳再忍耐一下 媽媽應該快回來了 還是我們先來玩遊戲好不好 妳今天想要當什麼 我要當爸爸 姊姊 妳要當媽媽 好 紫辰 可是 妳好像沒有女生的玩偶 我用別的東西代替好不好 好 妳比較喜歡豬豬還是恐龍 豬豬 妳好 我是妳老婆 請多指教 老公 今天想要做什麼 我想要 吃飯 好 沒問題 屁肖 我想要吃炸雞 可以嗎 喔 但我好像沒有買到雞腿耶 還是我們今天先吃蔬菜 我可以把蔬菜做得很好吃喔 我不要 我要吃炸雞 可是沒有雞腿做不出炸雞啊 要不然我們用別的東西來替代替好不好 我不要 我們明明就好炸雞 要不然我們今天先吃蔬菜 我明天幫妳重買好嗎 老公 妳怎麼不講話了 妳怎麼不講話了 老公 妳不能這樣不理人喔 因為妳都不給我炸雞 那是因為我現在做不出來 我們可以先吃蔬菜 這樣對身體也比較健康喔 我不管 妳是我的老婆 妳還聽我的 對啊 誰這樣教妳的 我們兩個 應該是要互相尊重的夥伴喔 妳這樣說 對我很不公平耶 那也不公平 妳又不是人 妳只是一隻豬而已 是豬又怎麼樣 我是妳老婆 要不然妳當初為什麼要跟我結婚 那是因為沒有其他人 不然 我也不喜歡跟一隻豬在一起 妳這樣講我會很受傷喔 不是因為妳這不給我 是妳先這樣對我的 好吧 我剛剛可能沒有好好跟妳溝通 但妳的態度也不對 我們來互相道歉好不好 不要 我才不跟著道歉妳 真的嗎 對 妳吃妳的廚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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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直接離開囉 不行 妳不遵掌 不是妳要我走的嗎 不遵掌 叫妳不遵掌 我沒有要聽妳的 妳找的話 聽妳喔 晨晨 妳再這樣我以後不跟你玩囉 妳以後還想要跟我玩嗎 妳以後還想要跟姐姐玩遊戲嗎 那以後不可以這麼壞了知道嗎 嗯 好了 好吧 對決對不起 沒關係 以後不要再犯了 爸爸 晨晨 不好意思啊 讓你待這麼晚 沒事沒事 你有沒有乖乖啊 我們好好聽佩軒姐姐的話 嗯 你媽還不知道要幹什麼 弄到這麼晚 還忘了弄食物 真的是豬 等他回來 我們一起罵他好不好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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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